昨天傍晚呢 突如其来这一场的地震 这个震度七级 那么刚好时间碰到了 是学校的下课时间 云林有一家幼稚园 突然感觉到说 怎么会真的摇晃 老师呢 就没有呼口号的情况之下 师生全部动作一致 拔腿就往外跑了 突如其来一阵天摇地动 幼稚园里老师和小朋友 惊慌失措 所有人动作一致 开始往外逃 因为真的是太突然了 所以就是直接往外跑而已 地牛翻身 小朋友害怕 大人更紧张 瞧老师只有两只手 左手牵两个 右手拉一个 剩下的孩子顾不了 大家只好拔腿狂奔 快点跑 根本没有人下命令 就是 也没有人喊口号 就是大家 就是一致的往外跑 跑跑跑 幼稚园的师生 为了躲到安全的地方 只差几步就能逃到户外 干脆两步并成一步跑 有的学生步伐太快 双腿打结 还差点跌倒 一起赶快就是往外冲 还好我们这里空地 广场蛮大的 户外空间蛮多 放学时间躲地震 惊吓过后再回到教室收书包 几分钟前的惊慌失措 居然有小朋友同言同语 非常自豪地说起 在地震当时能够激紧关灯 大的时候那个 那个很小的时候才进不去的 很小的那个 很小的 很小的地震 我才进去关灯的 就你自己一个人进去关灯 一场意外 看得出人的本能 为求自保 先逃了再说 中文系统将带警云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